相信大家都曾经看过这样一幅图吧 还有这样的 这样的 我还记得当初星球崛起正在热播的时候 班里的艺术生搞怪 把插图上的星星画成了凯撒的模样 原本大家都认为 这张图只是一个普通的课本插画 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个喜欢摇滚的哥们的一张CD 才知道原来全世界都在用这张图 再一插 它最开始的名字叫做通往智人的道路 后来被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一顿批评加讽刺 还起了个外号叫做进化的步伐 原来这张图叫做进化的步伐 感觉很正常 但是为什么古尔德和自然历史 都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呢 难道这幅解释进化论的插图 又有什么大瓜吗 这张插图一共有六个人物 最右边的这位是人类的终点 也可以说它代表了你我我们 科学家称作现代智人 从左至右 从蹲着的猿猴一路走到笔直的人类 看上去非常清晰有逻辑 仿佛人类的进化是一条从低到高 从野蛮到文明的康庄大道 甚至给人一种明确不可置疑的进化方向感 它暗示 我们是从猴子开始 一步一步地进化成了现代人类 但真相是原始的插图有15个人物 而我们看到的只有6个 你根本想象不到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多么滑稽 因为原始的插图是一张很长的四折页面 大家都觉得如果引用这张图实在太长了 不好拍板 最后有人惊奇地发现 如果把页面折叠起来 只要第二页和第五页所展示出的内容 就非常能说明问题 何必要弄个五页的插图呢 于是这张图就发展成了后来的模样 被很多国家正式印在的教科书里 用来解释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黑板上讲义里 它一再被引用 仿佛它就代表了科学本身的权威 各国政府的教育机构办事 也不是那么严谨 该草率的时候一点不含糊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它被广泛传播 反复引用 还衍生出了各种搞笑版本 有从猿猴进化成程序员的 有进化到躺平画手机的 还有直接退化回去的 极大丰富了互联网的笑料资源 这都不是最奇葩的 更奇葩的是 在生物学家的眼里 这些图画都拥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错误地暗示了进化方式 也就是说 其实都是错的 这根本就不是达尔文的理论 难怪我总是考不到高分 原来用了几十年的生物学课本 竟然有这么大的致命错误 你不是玩我的吧 真正的进化论 是一棵杂乱分叉的树 是无数之戏的尝试与失败 是适者生存 而不是渐进的 更没说过 现代制人是目标或者是巅峰 我找了一张图给大家演示 真正的进化图 大概就是这样的 难怪古尔德会对他进行破口大骂 说他就像一次视觉的谎言 把达尔文的分支进化 说成了单线前进的朝圣队伍 那么这张图究竟是阴谋 还是根本就是一场误会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 这个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视觉骗局 一张图如何塑造了 我们对进化的集体错误幻想 这张图的来历 比你想象的更加艺术 故事发生在1965年 那一年 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 出版了一本名为 早期人类的图文书籍 在第41页 有一幅横跨五页的插画 标题叫做 《通往智人的道路》 这幅插画的作者叫 努道夫·扎林格 一位旅居美国的 奥义俄罗斯艺术家 早在1947年 他因为创作了 耶鲁大学皮博迪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壁画 《杂形动物时代》 而名声大噪 成为了当时最知名的 科学插画师之一 扎林格的代表作 还有霸王龙和雷龙 日本东宝工作室拍摄的电影 《哥斯拉》 原型就是采用了 他的霸王龙的生物设计 他的任务是 尽可能用图像 让读者理解 复杂的人类演化过程 如何画繁为简 让扎林格头痛不已 最后 他还是延续了 爬行动物时代的风格 画的这幅 进化长廊 从最左边的树西园 到走落还垫着脚的 南方古猿 再到手拿石器的能人 最后是一个 牧师前方身姿笔挺 步伐坚定的现代人类 整个队伍像极了 时装秀的走台 这幅画本意是 示意不同阶段的人类祖先 但它并不意味着 它们是从左到右 一个接一个演化来的 作为一本科普图书 本质科学严谨的态度 作者还特意在原图 附有很长的一段 明确的注视说明 原话是这样说的 不是说这条演化线 是从左到右 一条线的进化过来的 图中显示的 只是一小部分 人类演化术中的一些物种 它们在不同时间段存在 并非彼此间就是父子关系 可惜 出版商才不管那么多 为了节约版面 这段注视 被印在了图的另一页 字数也被简化成了 小小的一段 但由于这张插图 过于直观 造成了极强的视觉冲击 在完全没有 生物学背景知识的 读者眼中 反而造成了深远误导 绝大多数读者 只记住了图 连有注视这件事都不知道 这张极具辨识度的插图 很快被单独抽出来 印刷传播 而且由于插图太长 很快 其中九个人物 就被大家抹去了 简化成这种 只有六个人物的图形 在没有看过 原图的观众眼里 丝毫没有违和感 于是 它被挂上了学校墙壁 印镜教科书 甚至变成了T恤图案 和表情包 一场关于直线进化的误解 由此诞生 进化的本质 是分支 试错 和淘汰 就像一棵树 从某个祖先节点 比如非洲的一种类人猿 演化出了不同的分支 有的变成了尼安德特人 在欧洲冰河时期 活得还不错 但最后灭绝了 有的变成了丹尼索瓦人 曾与智人共存 甚至还谈过恋爱 还有一些智系 只留下了几块陶骨化石 连名字都没人记得 而我们智人 只是幸存下来的 众多分支之一 就像达尔文所说的 不是最强的物种存活下来 而是最能适应环境的 20世纪中叶 有一个叫路易斯里基的考古学家 和他的妻子一起在非洲 奥都威峡谷 挖出了早期人类的遗骸 他们发现了能人 一种比直立人还要古老的人种 这发现本来意义重大 但当他试图用它来解释 人类起源不是线性的 而是多分支时的时候 学术界一片哗然 公鸡和谩骂的声音不绝于耳 因为礼机要做的事情 是要推翻几十年来教科书的基础 当时的媒体 只想要一条简单明了的 从源到人的进化线 复杂的分支 同时其存在的不同人种 对公众来说太混乱了 直到二十多年后 金银研究和考古证据不断浮现 人们才不得不承认 礼机说对了 顺便说一句 很多人到现在都还认为 人类是从猴子变的 其实我们并不是从 现代猴子演化来的 我们和黑猩猩 红毛猩猩 猴子等灵长类动物 有着共同祖先 但那祖先已经灭绝了几百万年 现代猴子是我们平行演化的亲戚 而不是过去的我们 这张图早已不再是 单纯的科学图示 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它出现在各种场合 被政客引用 说我们在社会制度上 也要从落后走向文明 也被很多广告商改变成 产品升级换代的过程 例如 苹果公司的这个广告设计 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问题在于 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认知 进化等于变得更好 更聪明 或者更高级 这其实是进化论中最常见的误读之一 进化是没有目的的 也没有终点 你变成什么样 只是因为你适应了当时的环境 病毒进化出对疫苗的抗性不是升级 而是为了活下去 鱼类进化出会发光的器官 不是更美了 而是为了在深海里不被吃掉 如果你现在还觉得 现代人类是完美终点 那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 假设 明天就爆发全球核战争 地表寸草不生 温度降到冰点以下 人类文明开始崩溃 你觉得 最终谁能活下来 答案可能是 蟑螂 老鼠 和微生物 而不是我们 这时候 如果让进化继续运行一百万年 那智慧生物可能是个多角的冷血爬虫 或者长得像水母的脑生物 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进化的终点 也只是一个中间点 这张图骗了我们一辈子 也许骗这个词稍微重了点 但它确实提醒我们 科学传播不是简单的 图示加结论就能解决的 科学的本质往往是模糊 不确定 持续演化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 都处在理解与误解的边界上 也许 我们永远无法画出一张完美的人类演化图 但正如宇宙没有中心 进化也没有终点 真正的进化 藏在每一次突变 每一次适应 每一次幸存之中 就像你现在还活着 这本身就是进化的袭击 2006年 科学家首次从化石中成功提取到了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结果震惊全球 包括你我体内居然都携带了 1%到2%的尼安德特人的DNA 换句话说 我们曾经和其他人类种群谈过恋爱 甚至生了孩子 而这段跨物种爱情故事 可能发生在4万年前的欧洲平原 或者中东的山洞里 2008年 科学家又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 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的骨头 基因分析结果更炸裂 它居然是尼安德特 妈妈和丹尼索瓦爸爸的混血儿 原来我们的演化石根本就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一锅乱炖 经常有人说 智人胜出是因为我们更聪明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科学界其实根本无法确定 智人是不是最聪明的人类 最近的研究显示 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甚至比我们还大 他们懂得使用工具 还懂得佩戴饰品 甚至埋葬死者 而且也可能拥有语言能力 可能因为气候变化 资源竞争 或者因为某些更可怕的原因 比如被智人种族清洗掉 他们才逐渐消失 想象一下 如果尼安德特人没有灭绝 他们会不会也发展出科技文明 甚至也在拿着智能手机拍视频 地球或许会有两种智慧生物 就像托尔金小说里的 精灵与人类一样共存 说到近话 就不能不提查尔斯·达尔文 1859年 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 他认为 自然选择可以解释物种的变化和演化 但在当时 这本书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的邪误 教会勃然大怒 说他在侮辱上帝 报纸上天天刊登讽刺漫画 把达尔文画成了猴子脸 挥舞着香蕉 在讲台上大放厥词 甚至有人在公开场合 指着鼻子骂他是猴子 但讽刺的是 当年被当笑话的进化论 成了今天教科书的核心概念 进化的概念被扭曲 并不是历史上的新鲜事 这位元首老爷就曾经干过 20世纪初期 出现了一个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宣称 强者生存 弱者淘汰 是自然规律 人类社会也应当如此 这种理论 后来被纳粹引用 用来推行优身政策 他们声称 德国人才是进化顶端 其他人种都应当被清除 于是有了集中营 种族屠杀 优生绝育计划 甚至有人提出 应该让劣等人种灭绝 所以对进化的误解 不只是学术问题 它可能带来可怕的现实后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进化论变得更难懂了 一方面 科学家用基因术 重新绘制了人类图系 另一方面 一些自媒体和玄学大师 又开始发明新进化了 例如 人的灵魂是在金字塔中激活的 水能记忆人类的思维进化轨迹 外星人用DNA改造了我们 有些人拿出从原到人的图片说 这就是外星人基因干预的证据 因为进化路线太直了 非常不自然 可讽刺的是 这张图本来就是错误的直线图 所以当一张图一次次被误读 最后被用于神秘主义包装时 已经离科学南辕北辙了 让我们回到今天 人类已经不满足于被自然选择 我们正在主动加速进化 我们用CRISPR剪刀改造自己的基因 用芯片植入脑部控制机械手 用AI算法改造语言认知 甚至进行创作 你是否曾经想过 人类之后的下一个演化分支 会不会不是生物 而是人工智能呢 人工智能是不是会演变成新的人类 还是说他会成为我们的尼安德特人 到那时 进化的步伐中最后一位可能不是人 而是一个机械体 一个数据云 或者是一个沉默的算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